收回于苹果的订单 这苹果光真的打得很亮 鸿海公布了去年的财报数字 表现非常亮眼 营收跟获利双双创新高 合并营收比近四兆元的大关 年成长率超过13% 而且更亮眼的是呢 EPS达到8.03元 向外传鸿海跟大陆汽车产业合作 郭董要布局第四个C 神龙见尾不见 见手不见尾 真的是神龙到后面 把大家看不起来 谈到今年计划 郭董神秘又有自信 鸿海内部更透露 即将会有很厉害的东西 要大家拭目以待 新浪点是什么还没公布 但25号鸿海公布去年财报数字 已经让股东眼睛发亮 鸿海去年财报 全年税后盈余947.62亿元 每股盈余8.03元 创下近三年高峰 尤其第四季的财报 还刷新记录 受惠于苹果让利 Win-Win的一个策略 它所有的产品呢 鸿海都可以做到一步到位 让它最快上市 成本最低 那Apple当然就愿意 撕破鸿海 鸿海的最大代工客户 苹果在去年9月 推出iPhone 5 但由于阴凉率不高 所以采购单价比iPhone 4还好 传统比电厂商的毛利率 是毛3到4 鸿海的毛利率等于是两倍 反映第四季财报数字 单季合并营收1.13兆 营业毛利税后 应于创下三个历史新高 仅追台积电415亿获利水准 不满足于现况 外传鸿海还早上大陆重要车厂 携手合作 积极卡位第四个C 加上ITV第三集上市 鸿海代工吃单 在整个鸿海里面的一个布局里面 它是在压另一个汽车电子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成长 布局动作频频 鸿海董事会还打算要重金流财 发行35.5万多张的限制员工权利新股 符合配股案的200位人才 5年内可以分红3000万元 巴克莱证券也发布报告 随着四款新iPhone可能在八月中寻出货 对于鸿海下半年获利将有注意 维持加码平等和目标价113元 看好鸿海的后市发展 整天新闻是小沛黄宽伟台北报道